做技术它是一个比较苦恼 就是说整天对着电脑 慢慢这个人我觉得都废了 所以还是希望出来 做技术处那如果说 就是说想转行 切入比较难一点 所以咱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直接可以跟老板面对面的 展现自己潜力或者本能 做真正的自己 做最好的事情 刘洪轩30岁 天津大学测量计量技术 仪器专业硕士 大家好我叫刘洪轩 来自北京今天30岁 2010年毕业于天津大学 测控专业硕士 今天来到非尼莫处的舞台 想找一份运营管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又来了个学什么不干什么的 天大的测工专业 对 很好的 是不错 本科学什么呢 本科也是学咱们测控 也是同一个专业 本科学测控 硕士学测控 天大的测控 上大学研究生期间 做没做过大项目 做过大项目 说 做过 研究生节奏 做过也是 就是咱们重传重工的一个项目 做出来第一套就是样机 就是经测量以后 还是比较满意的 10年毕业的吧 对 10年毕业之后 去了就是中国航天下属的一家国有企业 在那儿 就是主要从事 也是技术研发吧 挺好的呀 反正 怎么说呢 收入怎么样 收入还行吧 还行吧 对 一个月一万两块钱吧 真的意思 一个月月收入能一万多块钱 结果你嘎巴 工作辞了 想啥玩儿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怎么说呢 一个人当下 你不能考虑 考虑钱的钱是吧 这怎么说呢 你做技术 它是一份 我认为是 也是就是说 你撑不着 也饿不着的一个 一门技术行业 你想未来把自己撑着 不是 撑着 怎么说呢 我做我的人生规划 我都是站在人生的终点 然后我往前看 我这一生要干什么 当我就是说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就是说 每天都在想 我还有什么遗憾没有 所以说我做的每个决定 就是说 洪璇洪璇 你每天都站在人生的终点往回看 那你的终点是您活到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生活一天 你都要做你自己 就是说 做你有意义的事情 好 这快乐理工男 其实是属于有报复 当自己已经一世无忧的时候 开始追求上一个层次的 自我实现的事情了 想找什么方向的工作 就是 运营管理类的 运营管理 对 你能做什么 怎么说呢 我就是说 我针对我自己 就是要求的职位法 就是运营管理类的 运营管理类 其实怎么说呢 对我们工科生来说 特别是测控来说 运营管理 它是一个闭环系统 对 它是一个闭环系统 怎么说呢 我就是说 经常把我们就是说 技术领域学到的东西 就是说 它的内容理论 如果说能运营到你的生活当中 对这个就是说 会产生很大的 就是说推动作用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家具企业 盛思客 有实体吧 有实体 有电吧 对 然后又自己 有品牌生产家具 是的 假设你去了这么一个家具企业 你运营 现在你要工作 你的 你从哪使劲 你这一针从哪扎 这个因为怎么说呢 每一个行业 它都会有很多 它自己的特点 然后比如说 我去做家具 我肯定会分析这个领域 就是说 现在做高端的有哪些 做中端的有哪些 做低端的有哪些 它这个领域的饱和度 有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 它就是说 哪部分还是一个空缺 或者是一片蓝海 从哪里去分析 你这个肯定 数据走哪来 数据肯定 一方面我可以 一方面我可以从网络 网络 我可以就是说 然后去就是去调查一些资料 另外我可以去亲自去 就是说去一些 比如说同领域的 同行业的 看他们在做什么 然后就是说 他们做 他们的 我可以就是他们的战略 运营运营 跑题了 不是他们的战略 的数据怎么可能给你 他确实说运营 但是对于运营不懂 不是小刘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靠谱的 一个硬件相关的 一个开发人员 但是你的眼光 放到别的领域 绝对有个问题 因为你看 你数据分析不太懂 做不了运营 没有项目管理经验 因为你原来在那么的 一个大项目当中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call 你就开发你那一小块 测控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现在的问题 你转行很难 所以我的建议是说 你再找一家商业公司 也是做相关产品的 类似产品开发 我问一下 你辞职了吗 离职 离了吗 对离了 结束了吗 结束 关系办了吗 办完了 咱能还恳求人家 让咱们回去吗 是这样 因为我是 刚才只说一半 因为怎么说呢 我是离职以后 然后本来是 也是想自己 然后自己做 对自己做一些事情 自己做一些事情 但是就是说 可能当时就是说 机会也没有找到 合适的机会 或者是具体 就是说 具有成长性的项目 然后就 很贵 我特别好奇 你准备 这边 你准备 你准备创业 做什么事情 O2O和一些 垂直细分的电商 内容 做哪个领域 餐桌上的 水果蔬菜 还有日用品 这些领域 你觉得你的哪些积累 能够让你这个创业 这个台阶 比别人高一些 怎么说呢 我八岁的时候 用我们家 以前也是自己做生意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因为 也是自己家里边 怎么说呢 孩子多 需要就是父母 对我们的要求 别这么讲 就讲 洪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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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理科呢 洪宣 把他调理化一点 洪宣 这样 你知道 你说任何话 摞起把说 你真的不太像 理科生 说你有什么素质 使得你认为自己 可以做一个 O2O的网站 这个事还得 从我八岁说起 你很有商业头脑 对吧 下一条 第二 对 我有责任心 第三 我就是说 能吃苦 第四 然后就是 能很好的 跟别人去合作 第五 就是善于倾听 别人的意见 真的吗 对 其实我是怎么说呢 我一般情况下 你看又来了吧 我说你啰嗦 要严谨一概 你又一般情况下 来 12位 先做初步表态 去或者留 选择 唐又倫 因为从来就没有听懂过 所以离开了 你风筝是听不懂吗 离开了 好 一半对一半 六位留下来 所以调整状态 好不好 天生我有点 杜老师 杜老师 给他意见 您好 红轩 其实我也没听太懂 你说了什么 因为 之所以没听懂 是因为你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每一次问你的事 你都会说 怎么说呢 其实吧 就这么说吧 就是说吧 就你说 比如说 说二十个字 至少有十个都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的其中的终点已经没有了 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 就是 但是 就是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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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是 所以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你在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尽量把刚刚说的这些啰嗦的字剪掉 可能会更好 好吗 好 杜老师给提示提示 从你的学业本身来看 你的聪明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也很积极上进 对自己有规划 但是即使你能把话说的都很清楚 我相信也不会有老板 直接会给你运营的这样的职位 是 因为这是他这个运营的这种工作的重要性 和特别性决定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往这走 我觉得以你的天资和努力应该没问题 但是你一定要找那种 在技术上 就是对技术和产品这方面 依赖性比较强的公司 也就是说你干这个活的人 在公司比较重要 你在那做好项目 做好你的产品 在这过程中体现你的领导 规划统筹的能力 协调能力 包括一定的表达能力的时候 老板这样的公司是需要一些技术的人 做到更高的位置上 来看公司的 好 谢谢 谢谢杜老师的提示 来汪欣 黄轩啊 我很想问你啊 你是不是想做回技术 做回技术这个管理的岗位上 因为你刚才说的产品啊 运营啊 都是非常是 你要转行了 你没有意思吧 但是从技术领域的话 实际上我们很多企业 互联网企业都是技术出身的 产品经理啊 产品总监 一半以上 所以我很想知道技术内的研发岗位 这个是不是你未来 从60年后往前看 你认为这是靠谱的 技术开发 单纯的技术开发 不干 技术管理 这条路考考虑 技术管理 开始我就一直认为 他技术开发管理 这条线最适合他的思维模式的 咱们别说开发了 因为开发他不做 对对对 你要这样 但是他到一个 任何一个新行业 他一定 尤其任何一个新行业 即使我们想给他管理岗 他肯定要先从这个开发线做起来 他才能去管理这些开发人员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不会给任何一个 在这行业没有基础的人 直接一个管理岗 其实怎么说呢 这么说 跟你接电话真好啊 做 你做 就是说做项目管理 你 你不一定要说 对技术每个环节 比如说我这个程序是怎么写的 然后每块 我这个板子是怎么设计的 或者怎么开发的 我要就是说每个 每个 每个 小刘我打断一下吧 你要想做技术管理 我跟你说 工程师都是觉得自己还是挺牛的 所以你必须每一块 你都基本上都能掌握 对 这样他才服你 然后再加上你的情商 你才能做技术管理 对没错 沐妍这段点评非常准确 对没错 沐妍终于说了一句正确的话 六位 因为沐妍难得说了一句 特别正确的话 因为 他说了这句正确的话 关于酒店那个 我说的也相当靠谱 不 你看沐妍 你知道 我想说 因为沐妍难得说正确话的人 说了这么正确的话 这无疑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华彩 结果 他又先废话 完了 我们把这个问题帮你简化一点 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同学跟他情况一样 现在还老问我能不能转孩呢 你28岁 现在其实我倒不觉得 我没资格判断你是对是错 只是因为你今天要很清晰地告诉我们 就是你现在从什么岗位最适合你切入 我们给你什么样的岗位 毕竟是个硕士生 进去 甲震去了优胜教育 切入什么岗位 可以 从运营专员 就是可以 就是在运营部分可以负责一部分工作 包括他的执行 那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你会从很基层开始起 你是不是不介意 可以 新金 新金期待值 新金 六千左右吧 这算基层吗 基层岗位上来 六千岗位 好 现在六位在场上 来 做一下选择和判断 你们觉得洪轩是去是留 主动前要转移咯 选择 两家留下来 谈前不上感情 来 陈浩 先说优胜教育的职位 那个 其实我们这样的行业招 这个适合互联网行业的人才 其实是挺难的 我特别感谢今天的互联网企业 都灭灯了 我们这里空间是很大 因为我们现在全国使用的外达VS系统 一直是委托公司开发的 开发成本很高 我们一直希望我们自己内部有人 懂得这些东西来对接 这样对这个系统的成长更有帮助 所以我们给你的就是我们 全国运营中心的这个 我们这个外达VS系统的分析师 或者研发这些方面 好的 来 福登集团 这个虽然你反复强调你要脱离技术 我还是想拼命地把你往技术上拉 因为你难得有这么多年的积累 我这边提供的岗位是太阳能应用产品部 还是产品开发专员 还是产品开发专员 未来可以往管理线上走 未来可以往管理线上走 因为现在这个行业应该是一个朝阳产业 我们非常提取这方面人才 好 金金的问题自己来 陈总 你说一下现在 我现在因为还不太知道 你跟我们之间的契合性 所以我试用期的起薪是4500 如果你体现出了 你能管理我们这个小团队 那我可以把薪水再给你涨上去 谢谢陈总 刘总 我这边给你的底薪是6500 作为研究人员 研究专员 谢谢刘总 还行吗 今天 还行 行什么呀 行 自己还挺快乐 还能根根的乐起来 我要是你 我在这创的心都有 没关系 这样吧 不管今天的选择是什么 我都支持你 洪轩 因为男人嘛 30岁 愿意闯一下闯一下 但是也别往死了闯 只要能 离开纯粹的研究和学院机构 其实已经是个转变 是的 没错 好 来 洪轩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还是福能集团 或者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在优胜教育 还是福能集团 或者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 要有个选择 知道 是不是 真找到好工作了 或者创业了 跟我们说一声 打个招呼 我会特认真的 在节目里面宣告一下 好不好 行 要不 你挺让人操心的 行 没事 好吧 洪轩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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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